任何一门艺术都没有捷径 除非你是做一个很铺浅的学习者 如果你希望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景色 三四十年是很正常 我从小学就对书法有兴趣 我们也写铅笔字 也写毛笔字 我们写毛笔字又分小凯大凯 真正给老师指导是1965年 那我这一生就一直写字写到今天 这个书法的学习也是免费的 那老师觉得你不错 那你有兴趣 那么就叫你多写一点 碰到你多追你的作业 那么多改你的东西 多批评你 多骂你 多质备你 你就等于说你是更定这个老师了 影响我最大的就是陈锦招先生 因为人家说师父带入门 成败靠个人 他把我带进门去了 然后也因为他给了我 一个很好的基础 使到我以后用这个基础 吸收别人的长处 但是影响我最深的是 另外一个潘寿先生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整二十二年 所以每个星期天 几乎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都在一起写字 所以我就看着他写字 帮他写字 他也看我写字 这个书法跟写字是有很大的差别 写字就是你抄抄字帖 写文就写 写书法因为它是要成一幅字 中间当然要好像要留多少的空白 要写什么内容 要写什么内容 要写几行 字跟字之间的距离 行行之间的距离 还有要怎么盖印 怎么提名 他就很多讲究的 所以我看写字最大的乐趣就是 当你能够写出一幅你喜欢的句子 而内容也写得很潇洒 最后盖印跟签名 它整个整体的完成是好像一首音乐 一首乐曲这样整体完成的 不是局部的 所以往往你选到你喜欢的句子 又能够写出一幅我们叫比较洒脱的字 就是你快乐了 我所碰到的最大的挑战是到了1975 76年 很巧合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 大家已经看出华文的气数已经没有了 连政府都说大学要变成跟新加坡大学和平 所以那时整个市场上 社会上对华文很畏缺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 加上社会上买不到笔买不到纸 我们决定提倡钢笔书法 就是你带子的钢笔 当然后来颜值笔 铅笔 或者说沾水笔 还有刚刚出生的叫马哥 我们叫铅笔 所以我们提倡 所以我们在1978年 就搞了一个叫做全国硬笔书法展览 跟硬笔书法的展览 当我们出世的时候 你的父亲给你一个名 起先你要写的端正 当你写的端正之后 你就慢慢要写的美丽一点 你要写美丽就进入艺术的范围了 所以这个文字 如果姓陈来讲 这个陈字是适用的一个字 但是也是艺术性的一个字 但是这一条文字 就要写的 我先写了 但是这一条文字 我先写了 所以我们要写的 我先写的 这一条文字 是要写的 我先写的